来看到今天国内确诊破万线市有台中、新北和高雄 其中又以台中有11587例全台最多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正处于疫情高峰 推估跟端午廉价有关 而专家评估这一波高原期可能维持一到两周 至于学校核实会复课 台中9号会宣布 云林则是下个礼拜一6月13号恢复实体课程 今天我们的新增确诊案例也是破万 台中市8号新增确诊来到11587例 其中有18例中重症还有15例死亡个案 除了名列全台确诊破万的前三都 更首度超越新北和高雄 成为全台确诊人数最多的县市 高达91.55%的人快筛扬确诊 市长卢秀燕坦言台中市镇处在疫情高原期 推估假日效应相当明显 筛检人数比较少 而大家都想知道这波疫情高峰 何时才会走下坡 根据判断这样的一个高原期 大概还要持续一到两周 另外在彰化县8号确诊数5582例 人数也暴增 其中外县市通报和外籍 移工就占了四分之一 应该是跟之前连续假期有关系 移工那一块也是因为这样子 移工假日也是都出去 而在云林县县县长张立善宣布 下周一六月十三号正式恢复实体上课 至于台中的学校停课是否会在延后一周 市长卢秀燕在拿出图表 五月二十三彩线上教学后 七到十八岁的学生确诊人数确实有往下走 将会依据最新的疫情资讯 并广增加上团体意见后 九号对外说明 接下来我们是台中 差不多 到